你 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你在这儿干吗呢 还不快点收拾 我做早餐呢 别坐 我不想吃 咱们得早点走 晚了邻居就都出门了 会被人家看见的 珍珍 也不跟爸爸说再见就走啊 老爸再见 珍珍好像不高兴了 谁惹你了 我让他把头发梳起来 他就不高兴了 妈妈说得对 还是把头梳起来好 我都是个大孩子了 还整天梳个一把抓 多傻呀 我女儿这么漂亮 怎么能说傻呀 相信你老爸 我是男人 对女人有绝对的见赏力 把头梳起来 显得有活力 适合上学的打扮 今天先说一把抓 过几天 我陪你买几本发型书 多研究几种发型 就有变化了 妈 那就扎起来吧 这边 你得做话 你得做话啊 趴下吧 好 好了 爸妈再见啊 好 还是你有权威 老叔一把抓是太单调了 你帮他多想几个发型 好 我接受批评 你女儿不好管了 你是父亲 你应该多管一点 你比我有权威呀 你帮我订个时间表 安排我每周 跟他有个单独相处的时间 十二岁以前 你操心多 剩下这几年 我多操心 有人帮我推荐的几本书 有时间你帮我拿一下 女儿背后的爸爸 正当青春妻 好 我到网上查去 快吃饭吧 别送了 走吧 看你出门 我心里踏实 verso Nazi 你看清楚了吗 那女的好像也看到我了 你不是说知名的车里 没那个女的吗 沒看太青 也许那女的还留在志明的屋里呢 难道她们都同居了 你还是找不到志明的太太吗 是啊 一直都打不通电话 再试试看 走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请您拨打新的号码 快 快找笔 二六零五九二四二 这儿 这儿 二六零五九二四二 三一零七百八八大 每一所的火点 二三 中文字幕志愿者 嗯 妈 你回来 对了 妈 北京有人给您来电话了 我写便条在电话机旁啊 知道了 谢谢儿子啊 嗯 妹妹今天好吵啊 就是不睡觉 辛苦你了 等妈妈花了工钱买礼物给你 嗯 喂 依旺您好 我叫金水瑶 我丈夫叫金永和 是博朗公司的 您好 我们在去年的公司年会上见过面 您还记得吗 金太太我当然记得您 这么晚打电话给你 真是不好意思 没关系 我也是刚刚看到 我儿子放在电话机旁的便条 你在那边一个人带的孩子 还行吗 还好吧 你为什么不到北京来 你家人住在一起多好 志明不知道能在北京坐多久 我怕得有一天还会回到香港 他到北京都三年了 现在坐得很好 你应该搬过来 夫妻长期分居不好 志明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倒也没什么 他是不是生病了或者出车 李太太你别多想 志明他很好很健康 我只是觉得 我只是觉得你们应该到北京来 怎么可能呢 我要上班 孩子们也要在这边上学 那你跟志明的关系最近怎么样 他经常给你打电话吗 志明 志明在这边有事情 你要快点到北京来 李太太 你别怪我多事 我是不愿意看到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被拆散 金大姐 您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李太太 相信我的话 你应该尽快到北京来一次 来了之后 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可是我真的是走不开啊 我和另外两个太太商量了好久 才跟你打电话的 我们是成年人 请你相信我们的人格 你和孩子们需要有一个幸福的家 这比什么都重要 金太太 我相信你 可是我我真的是没有思想准备 该怎么做还是由你自己来决定 不过我提醒你 如果你决定来北京 之前最好不要惊动志明 要是决定来了 你一定给我联系 我的电话号码是 你等一会儿 您说 010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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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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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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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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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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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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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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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时 我想去北京一趟 什么时候去 这个周末吧 这么急啊 是不是志明生病了 那你干嘛这么急呢 你刚搬了家 应该好好休息休息 调整调整 不然身体吃不消的 北京一人给我打电话 说 是不是志明不乖啊 我没想到他也会这样 这种事情还少吗 我想把两个孩子 留在您这 我先一个人过去看看 一望啊 不是我不帮你 你一个人去 又能怎么样呢 如果说这个事情是真的 难道你们吵一架再回来啊 那这个事情就更糟糕了 既然有人打电话来 就说明有九成是真的 你想 这种事情 人家干嘛要剁嘴呀 依我看 你还是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 反正他们也要放假了 有你和孩子在他的身边 说不定能把他的心收回来 俗话说 丈夫丈夫 一丈之夫 一丈之外 哎 志明啊 还太年轻 不懂得珍惜 这么好的一个家 怎么能说散就散呢 一望啊 想哭就哭吧 别憋坏了